好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那跟着飞飞老师一起来看一看本课的文章吧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文章的第一句叫做 I arrived in London at last 那么at last最终我arrived in到达了伦敦 那么我们早就讲过arrived叫到达是个不及物动词 后面如果加地点的话小地点用谁来吧 很好arrived at 而大地点呢用in 多小算小多大算大呢 当时飞飞老师这么讲的 以城市为例 如果这个词大于等于一个城市city 我们都用in 比如北京是个城市 所以等于城市arrived in北京 当然比北京大的山东是个省 arrived in山东 美国是个国家arrived in the USA 但是但凡比城市小的 比如你觉得什么叫town啊 城镇 城镇大城市大呀 当然城市大城镇比城市小 所以我们要使用的借词是at Yesterday I arrived at a town 到达一个村庄怎么说呀 arrived at a village 到达机场 arrived at the airport 到达火车站铁路内站怎么说来了 arrived at the railway station 而今天它后面跟的是伦敦 起码我们知道伦敦应该是城市 是英国的capital city我们叫首都 所以用的就是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啊让我想到一个小的重点语法 也就是英文的基本句型 英文最核心的基本句型有两个 所以老师做一个小的比喻 什么叫基本句型 就是什么时候可以点句号 这跟中文不一样啊 中文你写一个句子 有你想点就点一句号 不想点再写两句再点一句号 有的通篇都没有句号 老师也无所谓了 但英文不行因为说你要敢在这个句子后面点一黑点 你必须是正确的句子 怎么正确呢 你得满足起码这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 我们叫做主为宾的形式 好比中国家庭吉祥三宝 一夫一妻一个孩 主语什么叫主语啊 就是动词所的那个动词的发出者 比如我 这就是主语 往往是个名词 那么好比就是家里的老公 那么同学们他找了一个老婆 这个老婆就是动词吧 举个例子 buy就是买 那么同学们 这时候大家要看出来 这个买 bui buy 它是吉悟还是不吉悟呢 那有些同学问我 老师我怎么判断了吉悟还是不吉悟呢 很简单 你就拿名词是 如果你后面加一名词 发生buy 直接能加这名词 它就是吉悟动词 我买一本书 可不可以说i buy a book 没有问题 证明buy是个吉悟动词 如果是个吉悟动词 我们用VP来表达 那么同学们 后面必须加编语 编语好比就是孩子 为动词生出来的 我叫做i buy a book 也就这样的话 当我把主委宾都写全了 我才可以点一个小黑点 什么叫吉悟动词 跟中文不一样啊 吉悟动词的定义是 后面必须接编语的动词 中文你看就算买吉悟 我也没必要后面加比语吗 你看我直接可以说 你买吗 你买我就买 你不买我就不买了 英文能这么说吗 有吧 那不胡扯了吗 同学们 所以英文记住 只要这个动词吉悟 就必须加比语 比如几个 我写这个 你喜欢吗 我说我喜欢 然后都写了一个i like 点个点 可以吗 不行 因为like是吉悟动词吧 i like you i like him i like the book i like English 既然你只要喜欢吉悟 就得给悟啊 就算你不知道喜欢什么 你也得哪怕加个eater站位啊 i like eat i like something 都是可以的 这就是第一种结构 主语加吉悟动词 加编语 我们叫吉祥三宝型 然后第二种结构呢 好比是 现在比较流行的小青年 我们叫丁克家底 两孩子啊 老公还是男主人 那同学们 老婆还是女主人动词 但是这个动词是不吉悟动词 写个V啊 什么叫不吉悟呢 这两个年轻 不想要孩子 现在又这样 叫丁克家庭吗 两口小两口 哎 很幸福的 养着小狗 那举个例子啊 那同学们 这样的家庭 也可以点点 注意加不吉悟动词 不需要加低 那老师 我怎么知道 这是不是吉悟不吉悟 你试试呗 你看 我去学校 我能不能直接把学校 这个名字写在后面 i go school 没这么说的吧 得怎么说的呢 得需要一个中介来帮助你 叫I go什么school啊 I go to school 所以同学们 这时候你们发现 要么你写I go 这是个完整句 但是你能够写个I go to吗 这是不行的 因为不吉悟动词 就过分完整句 你加个借词 借词我们必须要加编语 所以同学 我个人感觉 一个不吉悟动词 加上一个借词 就好比是一个吉悟动词 这俩加起来 就相当于like 所以同学们 你看 要么你这么写I go 这是个完整句点点对 要么你说I go to 你出来to就加school 这样也是完整句 没问题吧 你能不能说I go to 然后点个完整句 直接点个句号 证明得完整 这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同学们 这就是英文的几种完整句 两种 足以吉悟动词 必须加避语 足以不吉悟动词 必须没有避语 那同学们 有的时候考试就会考 考证明道题 我们一起来看 Don't forget to call me as so as you as so as 学过吧 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到可别忘了给我打电话 那同学们 你想想我到底用哪个呢 ABC怎么都是到达呀 那同学们我们先来看看 arrive 我问问大家 吉悟还是不吉悟呢 你能不能够arrive school呢 不行吧 刚才教你了 arrive加at 小地点 in加大地点 它后面只能加介绍才能加物体 当然是不吉悟不能直接加物体的动词 所以同学们觉得A可不可以构成蛮整句呀 可以吧 因为主语加不吉悟动词就可以解黑一点了 那能不能选C呢 不行 因为它加了介词 你可不能收尾 你得当然编语吧 你可以这样说 as soon as you arrive at home 这样的话也算你对 但是老师呢 RB reach到达 你还记得是吉悟还是不吉悟呢 吉悟吧 到学校叫reach school 所以不需要加tool 这就是reach和arrive的区别 但是你要是吉悟的话 你能写as soon as you reach吗 主语加吉悟动词 比喻加什么 加比喻吧 as soon as you reach your house 所以这就是这道题的区别 判断完整句 那今天他刚才我们说的这句话就出来了 I arrived in London 中语不吉悟动词 这次加比喻构成了完整句 the railway station 啥意思来了 火车站 rail是什么意思来了 gar对吧 那个火车站 was big black and dark 又大又黑 还有暗 I don't know the way to my school 注意啊 这个小词 我不知道这个路 咱们中文会说什么什么的路 去哪的路 但记住不能off 英文去哪什么什么的路 用哪个界词啊 to 而去学校的路 千万别说the way of my school 没这么说 我们叫the way to my school 当然去医院的路怎么说呀 I know the way to the hospital 不光这个词 还有那么几个名词 它表示的不叫off 问题的答案 那同学们 那个这个问题的回答 这个问题的答案 回答答案怎么说呀 the answer 我能不能这么说呢 the answer of the question 经常很多同学这么说 但注意这是错的啊 因为the answer 回答这词加的也是to 问题答案叫做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跟我读一下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第三个 要是怎么说呀 the key 门的要是能说 the key of the door吗 never 要怎么说 I the key to the door 这就是门的钥匙了 所以记住 英文有这三个名词 目前学到的 表示的的 the way to the key to and the answer to 那这里要把它记住 我不知道 去宾馆 的路 不能换的offer so I ask a porter 我问哈利波特吗 为谁 搬运工 PORT 什么意思来了 港口 加个银 不就是人吗 那同学们 他认不认识呢 那搬运工又是本地人 于是 接下来先看 他知不知道我不知道 但我先看 我能不能跟他交流吧 我到了英国 于是我说这么一句话 I know that we spoke English very carefully but very clearly as well 那么东西 大概你要把这些 红的去就好 说他到底能不能说英语啊 他说 我说英语 非常仔细 又也非常清楚 好像可以 不过这里出现 冠军巨型 会把两个简单句 嘴边 嘴边 合到一起合成一个小的并列句 这个巨型是本科的核心巨型 一定要记住 有些同学可能学过 没学过就记吧 什么叫 not only but also not only but also not only叫 but also 而且 中文这个巨型就很重要啊 什么不仅而且啊 不仅而且 不是而是 我记得出诸语文的时候 小学 老学 那英文上场了 not only but also but also but also 不仅而且 两个并列句 它是干嘛的呢 它是来联究 巨子中的 两个对等成分的 啥意思 什么叫对等成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来看这个 she likes not only music but also she likes sport 那么东西 我们先把 不仅而且 交出来在哪呢 not only but also 这两坨 是一个结构啊 大概第一次明白 它不仅喜欢音乐 而且它还喜欢运动 没问题吧 它不仅喜欢音乐 也喜欢运动 我是在拿谁和谁比呢 你看 它喜欢音乐 它喜欢运动 这么说多麻烦啊 这儿也 它喜欢 这儿也 它喜欢 老外一半 当然你这么写 可以啊 就是麻烦 你把老外就会省 那有它 想它要选 怎么办啊 省了 这俩不一样吧 这俩是对等的成分 在做对比 把本局的 动辞我们的 宾语 和宾语 两名词性对比吧 所以经常会说成这样 she likes not only music but also sport 这就是两个 宾语 在做对比 其他的相似成分 在第二句就消失了 刚开始 理解理解就好 慢慢你也能写出啊 那你来看这个啊 the place was not only cold but also the place was wet 怎么回应 这个地方 不禁冷 而且这个地方还 潮湿 又冷又潮啊 那同学们 找到不紧而写了吧 not only but also 你会发现 这回谁谁 和对比啊 朱语 朱语 未语和 后面那个小形容词吧 朱语 未 后面小形容词 相同地方哪啊 the place was 那你就可以怎么办 肯定要删第二句的吧 那于是正确答案 最佳答案就出来了 叫做 the place was not only cold but also wet 你没发现吗 一般的情况就是 拿谁做对比 就把not only 和but also 放在那个词的前面 那同样我们来看这句话 we go there not only in winter but also in summer 什么意思啊 我们去那儿 不仅冬天去 夏天去 那地方四季如春 太好的一个地方了 那同学们 你这样说的话 其实这就是一个完整句 但是你知道 它是被我省完了的完整句 咱们把它还原成那种 费劲的形式吗 我们去那儿 不仅在夏天 然后其实怎么着 but also we go there in summer吧 你这么说太累了 所以它就把这儿省了 因为we go there we go there 原来把一个 in winter in summer的 借词端语 都能做对比啊 把not only和but also 搁在他们的前面 不仅冬天去 夏天也去啊 那同学们来看 这句话怎么猜 not only students but also their teacher is enjoying in film not only the students but also their teacher is enjoying the film 那同学们 这道题 同学们 叫做爱 不仅学上 而且老师 也很喜欢 这个电影 没问题吧 不过有个小问题 什么问题呢 爱同学们看了吗 这个动词 为什么用ese呢 老师不仅学上 还有老师 学上复述 老师一个人 怎么着也一堆人 得用啊 不是 记住 这就是不仅而且 如果他们强调的是一个主义的名词的话 肯定会让你写动词单复述 记住 单复述叫做 究竟原则 什么叫究竟原则呢 就看这动词 跟谁近 是不是跟老师近 所以用ese 如果下次跟学生近 就用are 下次我见到个瞬间 not only their teacher but also the students are enjoying the film 所以记住 not only but also 如果我们用动词的话 单数复述 跟but also 后面走 这个就是主义制的语法了 那同学们 咱们自己写几个句子 在写之前啊 有同学问我 老师 那这个跟你这不太一样啊 人家not only but 你这not only but also 这是怎么回事 注意 有一定结构老说 有时候也会在结构上 进行一些小省略 怎么省呢 看 not only a but also b 不接而且 b 中的also 往往可以去掉省 省了就可以了 省完以后啊 这样就算对 如果你愿意呢 也可以在最最后 加上to 什么叫to啊 也 也可以叫as well 注意as well的意思 就是to 他的意思也叫也 但是to as well 要放在剧末 什么意思 来看一个 he not only washed the car but also cleaned it 什么意思啊 他不仅洗了车 而且擦了它 那么同学们 我给你的事 not only but also 那么谁可以删掉 i but also 所以删起来 这个句子也对 更口语了 跟我读读吧 he not only washed the car but cleaned it he not only washed the car but cleaned it 他不仅洗了车 而且还擦了它 当然你去了also 本身就算对 还有第二种学法 去了以后 还可以在 Chin's的最后加什么 to吧 叫做 he not only washed the car but cleaned it to 中文不也这么说吗 他不许洗了车 而且啊 也擦了它 还可以把to 换成哪个词为了 i as well to as well的意思 就是也 he not only washed the car but cleaned it as well 这就是几种不同的说法 他们的意思都叫 不仅而且 we were not only hungry but also tired 什么意思啊 我们不仅饿 we were hungry we were tired 而且也累 可怎么改 改成第一种学吧 把他删了 怎么说 we were not only hungry but tired 好还可以怎么办 删了以后 还可以怎么说 we were not only hungry but tired as well but tired too 是不是可以啊 再改第二个 she likes not only music but a sport 刚才那句话吧 她喜欢不许音乐 而且体育 好可以把谁删 删了删了吧 删了以后加一个 比如在T开头那个 那个哪个呀 to吧一起读 she likes not only music but sport too 这是可以的 那都要来看第三个 not only my sister but also brothers interested 都只有我的一个妹们 而且我的哥哥们 都很感兴趣 第一用意才是啊 哎用的是 救济原则 这个动词 单速术 跟最近的那名词 就是把刀子后面 这个brothers吧 速术 所以咱是 啊 当然还可以把 not only把刀子 谁给上了 also吧 还可以做我们 加一小尾巴 加哪个啊 to或者as will吧 你可以随便便 not only my sister but brothers are interested as will 那同学们 如果知道的话 我们进行 看看你能不能 写出这样的句子呢 哎 我现在说 我是搬运工 我哥哥也是搬运工 你来造这个句子 不仅我啊 而舅的哥哥 他都是搬运工 暂停一下 先自己写 三秒钟 写了吗 同学们 那咱们一起写吧 不仅我 而且我哥 是不是把我和我哥哥做对比 所以把谁做对比 就把不仅而且套在大家前面 不仅叫做 not only 我吧 因为做的主语 I am a porter 所以应该是主语 not only I 不要上人家定语 not only I but also 很好 而且我哥哥 but also my brother 一个哥哥就行了 好 后面用一词啊 究竟原则 is a p-o-r-t-e-r porter 写对了吗 好第二个 not only I but also my son 怎么变儿子了 哥哥 brother is a porter 好第二个 舒伯特 据说小说 音乐神童 爸爸爷爷什么的教的就比较狠 六七岁时候就开个人演唱会 诶 据说啊 他不仅弹钢琴 而且拉小提琴 暂停下 你先写 想想能不能写弹钢琴 加比较多啊 拉小提琴怎么写 好 同学们回来 回来 写完了吗 叫做他不仅一起写吧 he 这个我觉得他对应的是 我觉得对还是钢琴的强调 因为拉和弹都是play 所以咱就一块了 叫做he plays 好 not only 好 加把钢琴 乐器前面都有 the piano but also 后面 the violin 所以写对了吗 差不多吧 因为我觉得对应的是 钢琴和小提琴 不仅演奏那个 也演奏那个 那同学们答案是 he plays not only the piano but also the violin 那东西谁可以想 also吧 神里华可以加上一个尾巴 as will 这么说也挺文雅的呀 he plays not only the piano but the violin as will 好继续 这是什么 好 我想说的是 我们现在学语很努力的 我不仅在学英语 现在在家也不也跟随随老师 在网上学英语吗 那怎么说 暂停一下 回来以后 对答 喜欢那么多学们 跟我答案一样吗 啊 这块你应该学 我觉得learn比较 我这敢说了 你这应该写的learn吧 I learn English not only at school but also at home 当然你可以把also去了 你也可以加个to 你也可以不喜欢to 加as will 或者就是黑体的形式 都是可以的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最后啦 卖火柴的小姑娘 卖火柴的小女孩 当时他不仅感觉冷 也感觉饿 咱们一起口语说出来 你说我写 叫she 感觉就是feel 加西红词 好 我都用现在诗啊 she feels 后面 not only long cold but also hungry 不就完了吗 also 我自然可以省了 我再加个as will 是不是挺文雅的呢 如果没有问题 诶 这是谁啊 有同学跟四位老师 一个爱好吗 诶 看 全职猎人动漫 小杰 这个小男孩 不仅善良kind 而且也勇敢 勇敢怎么说 brave 是个主人公嘛 一般都是又善良又勇敢 那我跟你说 the boy 不仅善良 is not only kind but also brave 没问题吧 如果没问题的话 那同学们 刚才那个句子 我估计大家就读懂了吧 再看看那个句子 能读懂吗 他说的是 I not only spoke English very carefully but very clearly 我不仅说语 说得非常的仔细 而且非常的清楚 为什么这ry啊 也复词修饰的是 动词 说得仔细 说得清楚 用的什么结构啊 not only also的没了 省了 用的是but as will的结构 能看着那个结构吗 能看着的话 你自己都能写出来了 肯定能看懂了 不过下面 我们就要继续往下走了 同学们 一起往下看